我们知道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是美国的农业大州 也被誉为是美国乳制品之州 根据2018年的统计 这里有奶牛养殖厂近8500家 奶酪产品600多种 不过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 导致这里的奶价下跌 乳制品出口减少 这里的奶农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他们的日子不太好过 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话说 现如今奶农的日子并不好过 5年前这里的平均奶价是每磅0.24美元 约合每公斤3.82元人民币 现如今却跌到了每磅0.16美元 约合每公斤2.55元人民币 奶农说这个价格已经比生产牛奶的成本价格 还要低了 去年威斯康星州共有约700家农场倒闭 平均下来几乎每天两家 充满典5月19日